這位參政職桃園市長期間涉嫌貪污收賄遭到羈押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桃園地檢署的最新說明 要的扣案物包含相關侯展公司的一些葬策、簽程等等 那在這個今年的7月11號 本署假官依職權進行搜索正姓被告的助理 私信助理的家中扣得87萬9590元的一個不明的資金 那下一頁 另外我們也在今年的7月29號 持桃園地方法院法官的一個搜索票 在正姓被告的台北市的某居所扣得不明的大額的資金 那總共資金的額度達到678萬5000元 在正姓被告等人的一個起訴書的一個範圍 我們有總共分有四個區塊 分別是貪污案件、詐欺案件、還有業務侵占案件 以及泄密案件 下一頁 再跟各位報告起訴的範圍犯罪41 起訴書的犯罪41 就是本案的重要的一個部分 是貪污案件 那被告楊姓等人 涉犯的貪污自罪條例第十一條第四項第二項 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植物上的行為交付賄賂罪 那在正姓被告 他則涉嫌貪污自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 對於植物上的行為收受賄漏罪 關於犯罪42的部分 則是承認主任假官的蔡新律師 他涉嫌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的詐欺取材罪 第三個區塊的犯罪43的部分 則是業務侵占 那業務侵占的一個這個案件 他涉嫌的法條 總共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業務侵占罪 第二個部分是植物上文書登載不實 再來是洗錢罪 第四個是故意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 相關的一個條文請參照 犯罪44的部分 下一項 就是關於被告 尤信律師涉嫌刑法第132條第三項的非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 秘密罪 再來跟各位報告 關於 犯罪事實的一個部分 犯罪事實一 我們跟各位報告這個背景說明 因為本案在貪污的案件當中 牽涉到這個都市計畫的擬定 審議跟核定 比較具有專業性 跟各位報告就是 這本案涉嫌的主要的一個都市計畫的一個變更的一個案件 就是在林口特定區公務計畫區這個案子 那這個案子其實是本 本國第一個 第一個民間 申請要變更 由農地 農地變更為 以總工業區的一個案件 在民國七八十年間就已經開始做了 那 跟各位報告是說 在這個紅線 框框的範圍 就是林口特定區公務計畫區的一個範圍 它是 的面積高達157公頃 分兩期開發 第一期的部分是 南亞公司 來 來開發變成 以總工業區 那其餘非南亞公司的一個土地 則有 廖氏被告 廖姓被告 他擔任這個公務建廠 重劃區的 理事長 來進行 四地重劃 開發完成之後 他們為了 就是經營相關的 四地重劃公司來牟利 在100年5月4日的時候 他們共同出資2000萬元 來 成立 紅斬公司 他們 主要的一個 計劃 就是 將這個已經完成的工務計畫 工業區 的旁邊的東側 東側的一個 華雅山路東側的一個 農業區的土地 9.12公頃的土地 來 從農業區的土地變成產業專業區 然後 藉由 四地重劃的方式來牟利 我們下一頁 那他採取的開發方式 是在 就是自辦四地重劃 自辦四地重劃的好處是說 因為他只要扣除這個重劃範圍內的 40%的土地面積作為 公共設施用地之外 其餘的60% 是由地主所領回 那一般地主 同意重劃的一個地主 則是交 由這個 重劃公司 由協議的方式 交 交給這個代辦公司 18%到15%的土地 給這個代辦公司 那由土地的開發公司 取得這一個 這部分的土地 作為抵廢地 然後來 鄉底 這個紅展公司在開發 這一個 土地的時候的一個 相關的一個費用 那我們在搜索的過程中 在紅展公司有 採取相關 他們的一個 資料 發現紅展公司在 辦理這一個 林口公務 東側9.12公頃的土地 他們預估可以 取得土地的一個面積 高達1.78公頃 約5382坪 那依照當時 以每坪的一個市價 45萬元來計算的話 市值 他們取得的抵廢地的市值高達 24億 2190萬元 如此的一個 抵廢地 可以來充分的抵充相關的一個 開發費用 那區段徵收的話 則是由政府 辦理 那這 地主的話 大分為比例就會比較少 關於犯罪動機的部分 那因為前面 在100年的時候 他們成立 陽性 被告等人 成立紅展公司 那同時他們在100年間 也向 這個 也向那個都市計劃委員會 申請 個案變更 那當時呢 是在那個 通辦檢討的 一個過程 所以在 林口工業區 林口特定區 工業區的 細部計劃 第二次通辦檢討的時候 他們有申請 變更 但是呢 被當時的 都委會所否決 在102年8月27日的 810次的會議當中 認為說 他們 請他們 依照相關的規定 就是 都市計劃農業區 使用變更省議規範 以及農發條例第10條規定 分別取得全部的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以及 農委會 當時農委會的一個 同意之後 再依照相關的 土地 都市計劃變更 程序來辦理 那所以呢 到105年的時候呢 他們 此時 的 林口特定區 這是一個主要計劃 並非細部計劃 請各位 釐清 所以在 105年10月的時候 林口特定區的第四次 主要計劃的一個 第四次通版檢討的時候 他們認為說 在 在尋上次的一個 通版檢討的程序的話 會 時程會永長 所以他們從 105年的時候 就開始 他們分別規劃三個方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的方式 希望能夠 以這個 涉及重劃的方式 來牟利 所以在105年年底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接觸了 正信被告 然後向 這個 正信被告 表達 希望 他們所取得 多數同意的 9.1公頃的土地 能夠 由他們進行開發 然後以市地 重劃的方式來牟利 但是呢 因為前面他們是以 私人方式 向都委會來申請 那這次呢 他們 他們的一個 某一 的一個內容 是希望由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向 行政院 含爆 國家 重大 健身計劃 同時呢 也跟 行政院 說明 這個土地 不能 辦理 區段徵收的一個 理由 來爭取 事後在 都市計劃 變更階段的時候 都 都委會 的一個委員的一個 過半是否同意 所以這是他們的一個 一個動機 以及他們的計劃 下一頁 那在經過多次的一個會議 的一個 洽商之後 那相關的 正式的會議內容 我們都有 查 查扣 也 充分的掌握 那我們也掌握到 106年8月6日 及106年8月22日的晚上7點 分別在 華國飯店 及 神萬飯店 都是由這一個 陽性 被告等人所主導 與 相約 正姓被告 在上開兩個 餐廳 會面 然後商議相關的一個 土地的一個 都市計劃變更事宜 那在 尤其是在102年的8月22日的晚上7點的時候 在神萬 神萬的一個 器餐廳內 陽性被告在 請託之後 曾經向 這個正姓被告表示說 假如能夠 給予幫助的話 我們不會失禮 那接下來 在這個106年9月7日的 桃園市政府 下午 9月7日的下午3點 在 桃園市政府的 1202的 會議室當中 召開 林口 工業區 擴大 變更案的 會議當中 這個案子是由 經發局 主辦的案件 那經過 會場的討論 然後 鄭市長在 開會 約半個小時之後 才進入 這個會議的會場 然後 聽 然後 經由 這一個 鄭市長的一個 關於華雅爾市地 重劃案的 鄭文燦涉嫌收賄500萬 至今已經羈押 47天了 他們桃檢貞結 鄭文燦等11人在內 一貪污罪情緒 水保設施之後 另行辦理解鞭事宜 那也請這個 隨務局協助辦理